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过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 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 第四章很短,只有六节的经文 我们就会完成这一卷的书卷 那么明天我们会阅读四篇第一篇 从明天星期一 一直到星期六 我们会读四篇第一篇到第六篇 然后从中速除热 就是下主日开始,因为是圣州 我们将会有一段那个礼拜 从中速除热一直到复活节 我们会有一段特别的阅读的经文 希望大家继续每一天的跟我们一起来灵修 把神的话记在心中 特别在靠近受难周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 完成救恩的这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去思想主耶稣 我们更多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跟随主耶稣走在他的心意当中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马拉基书的第四章 这一章是这卷书的结尾 上帝再次的指向上帝的发言 是指向那一个末后的日子 第一节提到万全之耶和华说 看那日临近 那日很明显 就是指向末日 周末的时候 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圣经说 上帝这样子说 有这个大火 是 是 是如烧着的火炉 防 狂傲 和行恶的 都如 睡街 在那日 被烧尽 根与枝条 无意 存留 我们看到这是上帝一个 审判信息的 表达 而且是一个大的审判 是一个长久的审判 要在当中 把这些作恶的给烧尽 这些作恶的好像睡街一样 要被烧尽 那么我们知道 在 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 也的确是如此 上帝的审判 那是真实的 那一些 不相信主耶稣基督 要为自己的罪 而承受 那永久的 这个的审判 在火炉当中 要承受 这一个的痛苦 虽然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 对一些的基督徒来讲 是觉得特别难接受 包括 一些我们 很尊重的牧者 如果我们也记住 好像John Stock 他本身就很难 很难接受 地狱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宁愿相信 那没有信主的就是一个 灭亡 与神的隔绝 但是他不能够 不能够接受 这一种要 长久 受苦的 一种的情况 那 另外一些的人呢 就提到 有这种的 普救论 就是 有一天 全世界都要得救 不管是 透过耶稣 还是透过其他的 有一天 上帝的恩典 要大过这一切 全世界 都要得救 那这种的表达 这些的看法 这是说明了 人有些人 有些时候很难接受 要面对审判 特别是一种 长久 审判 受刑罚的 一种的 观念 一种的概念 但对 我们要忠于 圣经的表达 如果 罪恶 的结局 不会受到审判 不会受到刑罚 那 上帝 有一天的恩典 都全然饶恕 那么我们 就要倒退 问一个问题 那么耶稣 为什么还需要 走上十字架 耶稣 为什么 还要承受 极大的痛苦 耶稣承受的痛苦 正是表明 那是罪恶 要承受的痛苦 一种 肉体上的疼痛 一种在心灵当中 与神的隔绝 对我姐妹 这是上帝 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承受的 代替我们承受的苦难 我想我们一定要 忠于圣经 当圣经提到 有地狱 有这一个燃烧的火 有这一个的审判 那么我们应该 也要忠心的 来去讲论 人在拒绝耶稣 拒绝上帝恩典的时候 这一个的结局 是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怜悯 我们渴望看到 人都因着信靠耶稣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彼此的鼓励 要去宣讲福音 要去把人 邀请人 来去认识上帝的恩典 然后接受耶稣 为他们生命的 这一个的拯救者 这段的经文 再次让我们看见 在那一日 这一个燃烧的火 那么将会把恶人 狂傲的人 都这一个的烧尽 无意存留 但是面对敬畏上帝的人 又怎么样呢 话锋一转 第二节就说 对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 这是上帝说的 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 他的光线 有医治的能力 你们 必好像 出来跳跃 如圈内的牛肚 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选的日子 他们必为你们 脚掌下的灰尘 这是万君子以后话说的 上帝 把镜头 转向另外一面 这些作恶的 将要 永久面对刑法 那么 信主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圣经却说 我们将要 被 有一个公义的太阳出现 光线 有医治的 作用 这 应该就是指 主耶稣基督 对吗 大光 照耀 有医治 能够更新 能够复兴 而且 上帝的子民 要欢喜 跳跃 听起来 这是两个 全软不同的结局 你跟我要怎么选呢 有理智的人 都应该选 后者 即不是吗 选择 欢喜跳跃 选择被 光 照耀在其中 听起来 让我们不要走一条 朋友们 不要走一条 这一个 已经注定 是失败 而且要 要因为罪恶 面对刑罚的 这个的道路 感谢神 后面的经文说到 会有 这一个 有两种的 上帝会透过两个方法 来帮助我们 来回转向他 第一个他讲什么 他说你们当纪念 我普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在 和列山 为以色列人 所吩咐的 这个律法典章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话语 上帝要继续 透过他的话语 来帮助 当手的人 让他们能够免除 那一日 所要面对的刑罚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 也是如此 上帝有把他的道 他的真理 启示给我们 我们有写的圣经 我们在 崇拜的时候 有些听 牧师传道 讲解圣经 或者是看这样子的视频 我们能够有机会 好好的去 读上帝的话语 来做一些的 生命当中的 反思 然后怎么样的 实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这个机会 是长久的 因为到那日来临 这个机会就停止了 各位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 实际入土 鼓励你 要透过神的话语 来认识神 然后带着信心 来信靠 耶稣 来成为 他自己 他上帝的儿女 我们看到第一 上帝提到说 他会用他的话语 用他的律法 来指引我们 走正路 第二呢 他说 在耶和华 大额口味的日子 还没有到之前 他要差遣 以利亚先知 到你们那里去 他要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 转向父亲 免得上帝来要 咒诅 这块的土地 第二个 是上帝会差遣以利亚 以色列人相信 当 弥赛亚 来临的时候 来临之前 以利亚 要先来临 如果这一个的期待 其实已经发生 就是 耶稣基督来临了 那么 以利亚 就是指向 这一个思绪亚翰 那我想 不管将来 是不是真的 以利亚 会从天而降 也可能会 我们不是太过确定 那么 但是 我想这样子说 这个以利亚 会不会是 那个以利亚 那 也可能 是指向 上帝的仆人 要为上帝 预备道路 好像施洗约翰这样 要为主耶稣 预备道路 那你今天的你跟我 也像是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为 传福音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当 福音 要传遍天下 那么 那一个日子 就会来到 对吗 所以 其实我们都像 在做这样的工作 像在铺平道路 像 这个 施洗约翰的工作 像 以利亚的工作 我们要 鼓励人 要劝人 回转 与神和好 当人与神和好 我们也会与人和好 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 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 要转向父亲 那是一种 重新和好的一个的局面 而这个局面 是只有在 先跟上帝 和好 那么 这一个的情况 才有可能发生 弟兄姐妹 但愿 那日味道之前 那大而可味的日子 味道之前 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道 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仆人 的 劝勉 或者福音的传讲 我们能够 认识上帝 然后 进入到 他爱之的国度 而免除 在审判当中 的这一些可怕的结局 愿神联名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 你总是如此的爱我们 在 事情还没有发生 发生之前 你就给予我们提醒 主啊 但愿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的人 都来认识主耶稣 成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